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斋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国际火力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台湾政府六年前就表示 不鼓励病人到大陆接受移植 但多年来民众私下境外移植 仍然有九成前往中国大陆 今年的评论节目新闻新视野 持续邀请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 台湾器官移植登陆中心创建人科文哲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理事长胡乃文 共同探讨怎么从法治面有效杜绝两岸器官重界 国际加大火力曝光中共活摘罪证 也要海外政府表态发声 新闻节目整理加拿大人权律师 大卫麦塔斯的五项意见 包括对参与海外器官滥用定罪 建立病患强制性报告系统等 台湾器官移植登陆中心创建人 台大医师科文哲说 其实现有的登陆系统 对于境外移植也可以有效管理 国人到境外 尤其是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这件事情 这个登陆系统能不能发挥作用 本来就可行 我认为是这样 只要把它透明了 自然那黑暗面就会扫掉 今天台湾政府就是明明有一套系统 它不愿意用 就放水 所以才造成在海外没办法管理 所以您刚刚影片中特别提到说 您觉得政府 台湾政府应该要表态 要管理指的这个部分 对 因为这个系统本来就有了 这个我都设计好了 本来就有了 你只要规定下去 问题就解决掉了 是 柯文哲批评 台湾政府默示活摘罪行 医师胡乃文表示 他组织关怀协会 用民间力量告诉台湾社会 国际正聚焦在中国发生的罪恶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两岸器官仲介猖獗 政府必须从法治面重罚 那么多的医生还有仲介 在做这些不道德 而且反人类罪的事情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 不去实施的行政命令 可以去规范 器官移植条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修改到 符合整个移植医学伦理上面的规定 那因此我们非常忧心 台湾的这个境外器官移植的污名化 是自找的 而台湾政府 是在没有管理的情况之下 促成了我们的人民成为帮凶 独到观点掌握真相 新唐人新闻新视野揭露活债罪行 也将持续邀医法界专家 聚焦台湾器官移植乱象 打破中共移植黑箱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报道 编国移植医学伦理 恭喜你